悬疑问答 生活中的问题 烦恼 奇怪的梦境 风水 均可再次得到回答 请收听卢君洪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5年9月6号 星期天农历是7月24 好听众朋友们下个星期六呢就是 我们7月30地藏王菩萨的圣诞日了 好缅怀我们的这些大菩萨们 为我们带来的佛法 救度众生 好下面就开始解答 亲众朋友问题 喂你好 喂 喂你好 hello 卢台长你好 谢谢观世音菩萨 谢谢卢台长 回答我的问题 我有几个问题 好像我们每天每晚都听你的节目 对不对 然后好像听那个图腾的话 他们一直说那些 那些亡人的名字 会不会是会不会有问题呢 那么一般的是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你不要听进去就可以了 听得懂吗 听节目不要听进去 你就听着 对不对呀 你听进去 听了就算了 听了就算了 你不要忘心里话呀 明白吗 还有一个呢 你要是气场音气比较重的话 你就 你就不要听 听那个 那个图腾的什么节目 你就听啊 专门听那个叫白话佛法啦 或者最精彩的呢 就是星期五和星期天 早上十二点钟的节目 那是最好听的 OK 就是像现在 就是有时候 对 就像现在这些节目 有时候在这个节目当中 都不看图腾的 没问题了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我们硬气重还是不重嘛 对对 除非你帮我们看 那你自己有感觉的呀 怕冷 害怕 然后呢 感觉到 最近情绪不好 感觉到不稳定 这些都是阴气重的表现 还有呢 就快点念小房子 身体不好 那个女士呢 就看着妇科不好 也是阴气重 男士呢 就是精神萎靡不正 好 如果说阴气重的话 就快点念小房子 对不对 对对对 念小房子 还有要念 前面念一遍大悲咒 然后再念小房子 OK 就是说这个大悲咒 我念了之后 然后我就说我开始念 我的小房子 他开始念我的小房子了 就跟观世音菩萨说就行了 对啊 对啊 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经常在节目里说什么 前世的梦啦 近世的梦啦 然后还没发生的梦啦 还有什么余世的梦啦 我们要怎么分别 因为有时候打电话打不 打不进给你嘛 打不通呢 那一梦呢 的确是不容易的 一梦不是这么简单的 你就是在台上身边很多弟子啊 像我们东方台秘书说很多小朋友 一梦都不是一的很准的 一梦这个东西呢 第一呢 也是要靠你自己本身的啊 那个根基的 因为呢 当人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好吗 你老师批作业 你知道哪个学生做的好 哪个学生做的不好啊 过去中照眼 又没统一的格式的 对不对 就是看那个 上面的那个院士 他一看啊 你这篇文章写得好 我觉得可以送状元 他就给你送状元 实际上还要看院士的根基 院士他自己本身啊 那个人家说那个那个 汉林院里面啊 他的这个大学士啊 就是像现在教授一样 像这种人呢 他帮你一看 他觉得你啊 是是应该得状元的 他就给你状元了 那么实际上他有什么权利呢 因为他的根基好 因为他啊 他这个这个这个 读书啊 他读得出来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除非你帮我们看 对不对 对啊 这个是鱼是还没发生的 但是呢 有一些梦呢 你们是可以自己看的 比方说 比方说 你做梦 做到鱼了 这个鱼是死鱼 就是你接下来一段时间的 啊 境界的不好 然后呢 你会有沮丧 如果你做到活鱼了 那说明呢 你接下来件事情 你大胆的去做 这是一个 对对这些是好的 还有火车在开 汽车在开 只要汽车在跑 没有出车祸 那你不会因为你的感情问题 而陷入难堪 如果你突然这件熄火了 什么 那就说明你会感情上会有问题 对不对啊 比方说下牙 上牙 上牙 这个你们都懂的呀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时候你有跟我们说 那时候我们记得 好像你硬掉的梦是 又是怎么看呢 硬掉的梦是怎么看呢 你比方说 你本来很想做一件事情 对不对啊 那么这件事情呢 在你梦中出现了 出现了之后呢 这件事情如果是遥遥可及的 啊 是能够啊 能够啊 你得到的 那么你呢 可能就是浴室的梦 如果这个梦你是根本做不到的 在你梦中出现了 就说明你跟他曾经有这么个缘 但是呢 做不到 那就结束了 比方说 有一个男孩子 他很喜欢一个女歌星 明白了吧 但是呢 这男孩子呢 一直写信给他 人家对方啊 从来不理他了 对不对 好 那你听我讲下去 那么然后呢 有一天呢 在梦中这个女歌星 跟他会面了 say hello啦 或者喝杯咖啡啦 你好啊 什么聊两句 他呢以为呢 哎呦 我说不定真的会跟他 有喝咖啡机会 跟他聊两句 实际上 因为这个是不可及的事情 那肯定是硬掉了 明白了吧 如果这个男孩子的确有机会 如果这个男孩子的确有机会 今后接触到这个歌星的话 那么接下来呢 可能呢 就是会梦想成成 是这个概念 明白了吧 哇 很清楚了 因为有时候我们打不通电话 真的你自己在胡思乱想 你知道吗 对 不能乱想 不能乱想 还有 再教你个窍门 如果 教你个窍门 如果任何梦 你做的时候 如果你当时醒过来 感觉是好的 很开心的 那这个就说明 你接下来 这个梦就比较好 比较正 就事情就比较顺利 至少这点 你可以一梦一道 如果当时感觉窝囊 感觉不开心 不舒服 接下来 你至少一个礼拜当中 要特别当心 好了 OK 明白 就是说有些梦 我们会记得很清楚 几天 几个星期都记得 有些是一醒来 忘了 模糊了 忘记起下来了 那些就是没什么 三个 对 三个条件 这个梦就对你很有作用 第一个条件 在早上 五点钟 到九点钟 八点钟左右 住的梦 这是比较真实的 明白了吗 第二 醒过来之后 清清楚楚的记得里边 梦中任何一个环节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梦 基本上都是很真实的 还有一个梦 就是你感觉 半梦半醒 好像睡着了 好像没睡着了 这个100%是真的 所以这三种梦都是真实的 明白了吗 OK 明白 谢谢你帮我们解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什么是 我们怎么分 什么是灵性的病 还有是业障的病 因为我们要 对症下药 有时候 很简单 就随便乱练 乱练的 很简单 业障的病 和灵性的病 和身体上的病 对不起 你问我是 灵性病和业障病 灵性跟业障对比 灵性跟业障很难分 因为两个都说要念小黄节 对对对 那业障病是这样 业障病呢 一般是有点遗传的病 明白了吗 是业障病 或者业障病呢 一般呢 是繁繁治不好的 但是这个病呢 也不是特别重 但是一直不舒服 比方说你的腰一直不舒服 那就是业障病 明白了吗 明白 如果你突然之间撞车了 突然之间脚扭了一下了 这是灵性病 直接伤你身 或者突然之间头痛得不得了 这也是灵性病 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一个就是 你是说不要吃太多那些 那些生的海鲜那些东西 对对 然后我们心里不是有很多那些 日本的苏许吗 他们就是新鲜的吗 对对 但是你说吃太多这些东西 就是身体会长胳 会长痘痘 皮肤会不好了 但是我看他们那些日本人 日本人皮肤蛮好的 蛮好的 你看到他们死掉的人了 你到医院去看看 你现在看看 马路上走的人都很好的 那你怎么不看见医院里要死掉的人了 那我问你要死掉的人 怎么会在商店里做梳洗啊 你这种解释对不对啊 你是不对的 我开始没我没吃了 我开始没 怎么可以啊 你举个简单例子 那你说了啊 我我我我这个 这个人间有什么死人啊 我怎么马路上天天坐车 我哪看到死人呢 那你怎么不到冰医院去看啊 我去拍照我的鱼吃了 你吃鱼了 真就鱼吃了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女士来那个月圣时候 我妈每天说 哦你不可以去神庙拜拜 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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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啊 哦这样子如果是碰见是过年过节 我们都是有去拜拜嘛 你知道吗 要记住 教你个方法 教你方法 第一身上弄干净的时候 然后第二呢 自己呢 跪在庙里不要冲到前面去 在后面 明白了吗 OK 没办法 我们去之前就洗澡 洗澡洗得干干净净 然后去拜佛 啊 然后接下来人呢 在后面一点 明白了吗 然后然后跟跟佛懒悔一下 然后就开始 因为这个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不是太尊敬的 因为吴雪他这个是犯冲杀的 你听得懂吗 好吧 我就尽量不去了 那个那段时间 你就在家里拜拜嘛好了 哦好 还有一个就是啊 好像有些人还 你说孩子 女孩子来还债 男孩子来讨债 如果那些人说 金森他有 for example 他也是个孩子 他是说 OK 我不要这些财务了 我不要生孩子了 那个可以避得过吗 避不过 你就算 你就算你自己 孩子不生 这个孩子 团在鬼 会从 其他的人 身上 比方说姐姐的孩子 妹妹的孩子 那过去就有啊 自己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但是命中又讨在鬼 怎么办呢 哎 他姐姐生个孩子 任他做干妈 接下来把他 记得来 把他千全用光 他喜欢这孩子 喜欢的封掉一样 好了 这不叫团在啊 哦 就说 有些东西是生命 真中有的 你就要瘦 对了 对了 你根本脱不掉的 呵呵 但是呢 只有念经之后 可以化解 对对 这个金真的很好 财长 谢谢你 带给我们 这个 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然后很多人 那些 受益啊 受益啊 真的受益 对啊 谢谢财长 真的 怎么说了 然后财长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可以说说我的 我的不好的东西吗 我喜欢给你骂 你 你跟我说说我的 我不是骂 我是急 你们这些孩子啊 我是着急 因为你们在这么不好 努力啊 你们以后掉了会命了 你知道你现在看见 多少人上法庭啊 上监狱啊 他们就是说 没有碰到像台长这种人 今天跟他们急 啊 要讲他们 现在我告诉你 讲人家的是好人啊 你被人家讲啊 你好好的 要照一照镜子 看看有没有这些毛病啊 全愿被人家讲讲的 我告诉你 正常缘 没人讲啊 那些贪官全部都出来了 你说的很对 在每个国家 那怎么办啊 每个国家都有啊 所以现在 我告诉你 他们好的时候 他们都没想到今天啊 所以这个东西都要好好的努力了 要自己要学啊 要改正啊 要忏悔啊 明白了吗 台长你这个节目真的是很好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全部迷失方向 然后全部变了 参成痴啊 参成痴啊 真的 真的像鬼样一样 背后我们敲拨离间 当面我们跟人家争 争风吃素 然后我们争名争 学了之后 我们每天就想 哦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争名夺利 坏话 还有啦 争名夺利 什么都会啊 哎呀 真的 你知道一个人 很多很多的 很多的女孩子 长得很好看 那个脸 讨厌的呢 真的 看见谁都 看见谁都 忌妒那个脸啊 真的吓死人了 对对 你现在明白吗 台长这些是 我们的心魔吗 就是因为你自己 参成痴三毒啊 造成你的心魔呀 嗯 OK 台长说 你可以说说我的 坏坏的东西吗 然后 我一直要 记住 我一直要 好了 改正 你自己好好改正 就好了 好好自己去监督了 嗯 自己要记住毛病 耳朵根本太软 做人们 做人们要大方一点 你的 你的是有时候大方 都不得了 有时候我们小气 都不得了 你这个人 哦 这还等于时候 怎么改这个 好像有时候 不稳定 有时候很好 有时候很大方 有时候又比较 小气一点 那就是 那就是 在人间讲 那就是修得不好 不稳定 对 技术不稳定 就像有人做菜一样 今天做得好 明天做得不好 人家回到你饭店里 你来吃饭的 对不对啊 嗯 那怎么是平稳他呢 平稳他了 自己心态要平 人的心会平 所以精神就会平 不平稳 不平稳就是神经病 得不到 他就发疯 谁叫神经病 听得懂了吗 嗯 听得懂了 台长 谢谢你的家会 今天 好了好了 OK 祝你身体健康 谢谢台长 谢谢观世音 问题想请教您 您稍等一下 是这样的 就是说是 最近今天 这个微信群里 传了一个事情 就是这样说 嗯 就是说 9月3号放假 三天 休息在家 做完家务后 只做了功课 明年小房子 5号下午 做功课后 头开始 炸 炸的疼 炸开的疼 很快 心中问 菩萨 我头怎么这么疼呢 哪回事呢 晚上受不了 头就 头疼睡着了 6号早上醒来 梦到自己 被叫到地府的地睡局 有人让我在 A4纸上用黑色 签 黑色签字笔 抄写地府的 追信通知 关于许愿小房子的 数量没有在 许愿的时间内 完成和许愿小房子的 数量没有 许愿什么时间 念完拖得太久的 地睡部门将以 一万元的罚款 并按照超过的天数 按天计算 收取一定的 至纳金 刚抄写完 我就梦醒了 这个梦是真的吗 请师傅 慈悲开示一下 这个小房子 这个小房子 本身就是 这小房子 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这小房子 如果念的话 念的好的话 是到天上去的 因为它的质量不好 它就到下面去了 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一个小孩子 做功课 做得好 他可以升学 对不对 毕业 做得不好 留学留级 就这样 明白了吗 是这个概念 那许愿完博城 是不是那地府的 这种真实 这个梦 是不是真实 就要交支那间罚款 其实地府 它不是跟你算功德的 地府它的确 你看少明子啊 烧稀薄呀 这些东西都是钱嘛 对不对呀 所以地府 它是跟你讲这些东西的 所以实际上这个钱 到了上面 我经常说 可以转换成能量了 在下面就是变成钱 所以这个梦 应该是有 70%的可行性了 70%的可行性 好的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 上周一师傅 看不是一位图腾吗 一个叫吴菊芳的亡人 师傅讲到 他在无色接天 还要120张小房子 心中对他的孩子 也还有些怨气 所以出不了六道 师傅告诉他 他现在已经 刷了81张小房子 9月5号凌晨 这位亡人的外甥 梦到他的外婆 在林中住念的 那间房间里 挂着一副 西方三圣的画 站在当中的是 观世音菩萨 右边是另一位菩萨 左边是外婆 只是看 只是脸上是我外婆 其他的 刚观世音菩萨 一模一样 脚踩莲花 穿着白色的衣服 头上有光环 意念当中 感觉一定是外婆 然后他外婆 活过来了 穿着西装 跟平时一样 都是年轻的好几岁 人特别精神 坐在白凳上 他外甥说 外婆你看你 站在观世音菩萨的 左边啊 他外婆很开心 笑嘻嘻的 请问这位无极法的佛友 是不是已经超离六岛 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是的 是的 实际上 实际上他们 坐在 在观世音菩萨当中 并不是说 西方三圣那张图 像任何人在天上 他都可以有 这种主图的 你只要跟观世音菩萨 在边上 拍一张照片 这就可以形成 这样一个主图 明白了吗 实际上他外婆 是脅离的 但是我刚刚 在听你讲的时候 我想有一个问题会发生 他外婆会成愿再来 你要看看他家里 他家里啊 他家里这个 有没有最近人生小孩吗 我问问他是吧 他已经 因为他后来是穿西装 其实就是成愿再来了 他想他就是 他已经是菩萨了 他想再承认再来 来救度众生 是这样吧 对了 好的好的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下一个问题 师父就是说 现在有个共修组 特别纠结这个事情 就是说 我们心灵法门的人 都是一家人 就是家里有的亡人 家里有的人 往生了 大家就是给他 祝念的时候 注意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 往生了 就是一起 家里给他 一个祝念小房子 但是呢 在刚刚最早走的时候呢 最好念大悲咒 然后呢 念念念念 转成心经 明白了吗 大悲咒 那就是说 大悲咒在刚刚走的时候呢 因为很多鬼魂都会来 所以用大悲咒呢 给他做 做那个护法 保护他 然后呢 等到 小鬼野鬼都不来了 那么然后呢 给他 给他念那个经文 那就念那个心经文 那师父就是 大家同修们都想帮 帮他一把 同修们要帮他 要注意些什么呢 同学帮他们就帮他多念经呀 多念经 好的好的 谢谢师父 慈悲开始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就是西方三圣啊 就是家里有的同修 他不是供着西方三圣吗 就是一个画像 他这个西方三圣是 过一杯水啊 还是三杯水啊 这个整体画像的 挂画像 这个不大尊敬的 实际上 挂着 他就是印刷 印刷的那种 最好我们用镜框 能够大 他就用镜框 装表起来 如果供水的话 他是供一杯啊 还是三杯啊 都可以 一般的供三杯 也可以的 供三杯也可以啊 好 谢谢师父 慈悲开始 下一个问题 戒定会 三位一体 当发现自己 戒力 定力不够时 能否有 以智慧为突破点 求菩萨 开智慧 来带动 戒定 二意的提升呢 请师父 慈悲开始一下 这种可能性 也是有的 因为呢 当你戒力不够 定力不够的话 会开不出来的 开不出来呢 求智慧 求智慧呢 菩萨还是会 帮助你戒 帮助你定 因为这是一个规律 你没有戒律 没有定律的话 你达不到智慧 那你求最后 求最后的智慧 你还得要戒 还要定 实际上菩萨是帮助你戒 再帮助你定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慈悲开始 感恩心 师父可以帮助我们 忏悔的更好 是这样吗 师父 感恩心 就是慈悲心 嗯 感恩心 找啊 孝顺 那是天然的 忠诚朋友 那都是感恩 因为朋友帮不过 所以我要帮朋友 这不就是感恩吗 还要找啊 哪里找啊 本心当中找 明白吗 哦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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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谢谢师父 慈悲开始 师父啊 就是初一十五 或者是大日子 大日子 经常阴天下雨 有什么说法吗 阴天下雨 当然了 鬼多呀 所以 清明时节 雨纷纷嘛 这还不懂啊 所以下雨的时候 阴气比较重要 雨水 它是属阴的呀 所以有些人 这个一看见下雨 它浑身不舒服呀 想发脾气 不开心 鬼多呀 阴气 阴气重的人 所以一下雨的话 心脏不舒服 腰不舒服 关节痛 不就是阴天阴气的吗 对不对呀 哦 对对对 哦 好的 谢谢师父 开始下一个问题 同修如果不是天天度人 一个月出去度两次 他是否可以每天念功德 保身神舟呢 可以 念了之后也不是大用 就是功德太少 你就是我讲过的 你爆米花 你没有米 你再怎么爆 爆不出多少米出来的呀 还得要靠你原始的米呀 你有多少米进去 他可以爆出多少爆米花出来啊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哦 哦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嗯 下一个问题 有的佛有做功德 是直接捐钱 有的佛有哪 做功德是偏向买东西 他觉得看到自己的钱 就是买到真实的东西 才能放生 这两者功德的大小 有区别吗 前者是无相布施 就直接捐钱 后者呢 是有相布施 嗯 请师父 此地开示一下 有相布施 无相布施 都牵扯到一个布施 一个人 只要有心布施 就是好事情 对不对啊 嗯 你比方说 对啊 我有意帮助别人 和无意帮助别人 都是好事情 对不对啊 嗯 我有意做善事 和无意做善事 也都是好事情 只是无意做善事 已经形成个习惯了 说明这个人的心很善良 有意的呢 可能还要在改变当中 就是说 我有意的 我要去做点好事 说明我心中还有很多 不好的东西 在无意的当中 在做些不好的事情 我有意要克制 自己身上的毛病 就这个道理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谢谢师父 此地开示 师父 我们下一个问题 我们平常念解解 就起求化解冤解 请问师父 这个化解冤解 是化解所有众生 包括动物身上的 灵性的冤解吗 还是指化解 人与人之间的冤解呢 化解冤解实际上 这个化根本不可能化解那么多的 只要你念这些化解冤解的经之后 就是化解你在身上的 现有的 和在你附近的周围的一部分的冤解 根本不可能累事累生的 化解不了了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好的好的 谢谢师父 慈悲太师 下一个问题 师父 怎样接听发脾气 就是和小孩子说话 孩子顶嘴 把声音提高八度 来教育孩子 算不算发脾气呢 提高八度 如果你提高八度 人家是唱歌演员嗓子好 那不叫发脾气 如果你就是嗓子坏了 讲不出声音来 你只要当时肚中有气 就叫发脾气 脾气脾气 那是你心中发出来的 并不是根据你声音来讲的 你今天提高八度了 你没有气 你照样就说 孩子啊 你不能这样的 我告诉你啊 你不生气 你照样也不算发脾气 对不对啊 你就是今天声音一响 你说 好了 你去发脾气啊 明白了吗 嗯 是是是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不能发脾气啊 我我我我分享一下 那一次我发了脾气 晚上梦到考试不及格 学校要开除我 真的是不能发脾气 功德火烧功德灵啊 是是 真的是考试不及格 学校要开除我 真的梦里很可很害怕的 就是这样 因为因为你的要求比较高 像你这种考试 像这种已经有人管住了 因为任何一个修得好的人 以后能上天的 能到很高爵位的人 都有护法城直接看管的 哦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我们现在真的是不敢犯 不敢犯错 真的是 哎呀 害怕去 对啊 害怕护法城 对啊 就是很多 很多法师 为什么有的法师修得好了 修得好 我们就是害怕因果呀 有的人乱来呢 乱来就不怕因果呀 呵呵 所以就地狱门前就生铁多了呀 明白了吗 嗯 是的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嗯 下一个问题 有一个同修在梦到 梦中看到很多人 他名字是红笔写的 师父 请师父开始一下 红笔写的名字有什么意义呢 这还不懂啊 这还不懂啊 墓碑上 红笔写的名字是什么 是活人 对不对啊 嗯 死人不是用黑的吗 嗯 那么下面有红笔写的这些 就是这些活人准备要 就死了 这还不懂啊 就是他们已经差不多了 我告诉你 啊 所以我叫你们墨笔上不要去乱写啊 名字为什么不要用红笔写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嗯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有一个同修说 念礼佛大忏悔文 感觉很乏气 越念越带尽 念完七遍 感觉不过瘾 还继续想念 这是什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呢 啊 当然你讲了慢一点 我们听清楚 嗯 念礼 就是一位同修 念礼佛大忏悔文时 感觉很乏气啊 越念越带尽 就是念完七遍 感觉不过瘾 还继续想念 礼佛大忏悔文 这是什么 怎么回事呢 他就说明 他要 他要忏悔的东西太多了 他忏掉他就开心 忏掉就发喜 那就让他多念点 这种人就可以多念 哦 好的好的 嗯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下一个问题 师父说过 每天堆着房子 东南西北 各念一遍大悲咒 可以改善家里的气场 如果每天念功课时 对着家里的四个方向 念大悲咒 几遍好呢 一样 其实用不着这么多的 除了家里房子气场不好 才这么做 气场好的 用不着这么做呢 哦 用不着 嗯 好的好的 嗯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啊 就是现在有些就是食物啊 比如菜有农药 水果有防腐疾 保鲜疾 我们怎样 薛佛人怎样来做好防范呢 有什么妙法吗 师父 请师父 自立开示意下 嗯 很简单 第一 嗯 啊 挑那种干净的吃 啊 第二 嗯 啊 自己 心 啊 不贪 啊 农药 多洗洗 啊 没有办法 至少你能辨别 哪些有农药 哪些没农药 啊 嗯 就是这样 像这种事情很难的 啊 有些人同样大家 比方说 50个人 过去有食物中毒 37个 病倒了 进医院了 那为什么还有十几个 13个人 为什么没有病倒呢 嗯 那他还是有菩萨保佑的呀 你明白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台湾一家飞机往上掉 这个妈妈跟个女儿在念观世音菩萨 最后他们两个 虽然从天空上掉下来 没事啊 没死啊 其他人全死掉了 这为什么呢 很简单了 人家有菩萨保佑啊 明白吗 菩萨保佑啊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嗯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师父 就是有一同修 他是接受了一 接受了几句句句子 我给师父念一下啊 我知不知道他是接受的 或法神 还是菩萨的 哇 让正信正念的光辉洒照尽虚空法界 以无缘打持同体大悲之心度尽众生 让因果常驻众生心中 以无心对志堪嗔痴蔓 既可正得阿奴多罗三秒三菩提 永超六道轮回 请师父 自卑开示 这是菩萨讲的 哦 菩萨讲的啊 菩萨的话啊 一般的人还 菩萨的 但是听这些话 觉得哎呀 过去经常听过 他不知道里面意思 你要叫台长帮他分析起来 我可以描述出一个世界 就这几句话 哦 你看他 他师父 他接受了好多呢 我再念一个 他是这样说 欢迎菩萨装心中 无缘大词 度众生 跟随师父 卢君洪 波若法 波若法 波若法传 波若法传 苦海中 好像是 嗯 嗯 还有一个是 莫作世间 明立刻 井中潮明 于心中 城住坏空 如一梦 两袖清风 任我行 嗯 这个同袖接受的好多 他很厉害 他可能跟 我看 我看有些话像 激功活佛讲的 有些话像 那个 观星菩萨讲的 还有一些话 有点像 南京菩萨讲的 嗯 哦 他经常这样 接受这样的 嗯 这样的话 嗯 他说 你看 师父 你不是 他不是说 不是他发了脾气吗 嗯 就是发脾气之后 有一个意念 这样说 你修心还不够 修行修心 以身表法 献身说法 帮助师父 弘法度重 但你功德 圆满之时 就是你成就 回天之时 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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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语音的 软柔声音 你讲都不要讲 你前面讲的时候 我就知道是 观世音菩萨了 你去看看西游记 观世音菩萨 都这么讲了 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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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说话也不跟我说几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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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 你现在 我有些话 你自己误误吧 你 你现在 接受的 佛言佛语还少啊 还要讲啊 自己自己拿着金脖子去调饭 你现在就是 哼 还以为 还以为自己拿着金的一个脖子 脱脖这个脖去调饭 你现在就是 哼 明白了 那个师父 这个知错了 这个知错了 嗯 下一个问题 师父就是有一个团队专门做师父的佛言佛语 您感觉一下他们做的好吗 那的图片都做出来了 都是师父的佛言佛语 你感觉好吗 好 好的 好的 哎呀 主张都可以 师父我 我 好 那你能给他们开示几句吗 他们听了更法系 做出更好的佛言佛语来 他们是 他们是普渡众生传的一个藩呢 他们就是扬起那个藩呢 没有这个藩呢 怎么乘风破浪啊 他们就是一个藩呢 他们就是好孩子 他们这些功德就是等于在浇水 在土地上在浇水 在土地上在种种种种那个莲花的啊那个土地 他们就是在培植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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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花朵朵啊莲花朵朵开放啊在人间啊这个五昨恶事当中他们能够用这种纯洁的心用那种啊莲花般纯洁的这种心能够让世人明白这些道理他们真的也是个小菩萨 所以师父很感恩他们 所以师父很感恩他们 菩萨也很喜欢他们 希望他们好好的努力 我希望他们听了师父讲的这句话 他们会感动的 因为真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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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很关心他们 他们能感受到 他们真的发心每一天每一题每一个一个一个都 这次我在我在马来西亚见了啊也是他们的一个工作小组 哎呀这些年轻人多可爱 师父真的很感动啊 我很开心啊 这些才是这些才是真的培植的这个这个土壤 培植莲花的土壤 培植那个上天的那个云梯 也是培植人心向善的啊那种根基 所以我真的很发喜 谢谢他们 哎呀啊谢谢师父 师父你平时看到他们做的图片了吗 看到我经常看的 我觉得他们给人家带来正能量 给多少人唤起这种慈悲的心 那种正信正念的心 他们很好 他们爱祖国 他们自己有一颗红心 一颗善良的心 他们非常好的孩子 他们是以后国家的栋梁 他们是国家的未来 他们真的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国家的民众以后需要这些善良的人 来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弘扬婆法 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孩子 感恩他们 谢谢师父 我觉得他们做一张精美的图片 真的不容易啊 还要选图 调字体 花一些时间 真的是 哎呀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对他们开始 好的好的 下一个问题 师父就是念小房子的人 往生了 他现在有些自存的小房子 还留在人间 这些小房子还能用吗 念小房子的人往生了 自存的小房子 最好帮他自己烧掉 少去用它 最好是不要送用给烧给别人 还是用给往生的这个人 是吧 对对对 好的好的 谢谢师父 自备开示 有一个供修组问 就是说是 异域中的佛友 也想做义工 但是呢 有些 但是有时说一些奇怪的话 佛友们就不敢跟他们太接触 如何帮助他 如何成全 他们的发心 如何成全呢 很简单 犹豫症就不要去做义工了 去做做其他的吧 很简单了 你只能做 尽自己能力做了 因为当你影响到众生的时候 你本身就这个功德不圆满了呀 你把师父这句话记住了 去告诉全世界的佛友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此的开示 下一个问题 就是超度枉然 比活人念身体所需要的小房子 少很多 是不是死亡本身是一种很大的受暴 暴掉多少业障呢 没听清楚再讲一遍 对不起 就是说 师父 就是我们超度亡人 不是比活人念小 活人念小房子需要的少吗 就是超度亡人 是不是 就是说死亡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受暴 如果是受暴的话 暴掉多少业障呢 一般的一般以上总是没问题的 一般以上 一半 哦 因为只有当你超过一半了 他才会把你带走 他才会让你这个结过不去的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嗯 师父 有一个同学问 你说这个 我们这个纯阳八字 是不是天上 纯阳八字的人 是不是天上下来的 纯阴八字的人 是不是地府下来的 有这种说法吗 不能完全 有这种说法 只有30%的概率 哦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好 谢谢师父 此备开始 下一个问题 儿童睡的床 是不是不能太大 如果12岁以下的儿童 是不是要睡1米2的床啊 还是12岁以上的 要睡1米5的床啊 在全学上有什么讲究呢 请师父 此备开始一下 哦 这个很重要啊 哦 小孩不能睡大床啊 呵呵 跟你开玩笑的 这个一点都没有意思 这种一点都没有意思的 小孩睡小床 大人睡大床 那天经地义的 啊 这个根本没有什么含义的 明白了吗 唯一的讲法就是说 像人少住大房子一样 会带来一些硬气 小孩子在小 睡一个很大的床 会带来一些凉气 就是什么 呵呵呵 不能啊 谢谢师父 此地开始 下一个问题 前世的修为 化作金事的智慧和悟性 这个修为是指的功德 还是福德呢 前世的什么 修为 修为化作金事的智慧和悟性 就是这个修为 是指的功德 还是福德 这个修为实际上就是你自己上辈子所做的业 有善业 有恶业 也不算功德 也不算福德 是你的业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父啊 就是有的人福报 有的人有福报 却不知足 有的人生活清品 却知足常乐 知足常乐 可以灭除很多欲望 想问师父 这样的知足常乐的心 是钱是什么因果所致呢 知足常乐 这个人就是有根基 有善德 一个人能够知足常乐 这本身就是一种境界 所以有的人很满足 他不贪 这个人本身就是境界很高 只有菩萨他才不贪 只有境界高的人 想着有开悟思想的人 他才放得下 为什么很多法师他放下了 你看看他有家里 可以分房子啊 他家里 为什么当年的佛陀 太子不做啊 他为什么出家呀 这就是有境界的人 就是天上的菩萨 他不追求人间的 一草一木 他是 他寻找的 那是一条人生 救度众生的之路 所以他们的境界和人的境界呢 不能比的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 那是否知足常乐的心战 是一种智慧 还是一种福报呢 知足常乐 福报和智慧都有 因为你上辈子做的善事 或者上辈子你是成愿再来 你本身就有这种根基了 再加上你只要能够投胎 投的一个好人家 父母亲都是学府 或者很善良的 你会拥有这么一个福德 所以这个里边福报和你的根基都有 好了 哦 都有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那 嗯 就是说是 嗯 稍等一下 就是说 嗯 就是说 不是师父 就是我 就是有的 不是有的 师兄不是网生了 不是有的群体 自发的组织 他帮助助念 他在助念的时候 怎么祈求呢 更如理如法呢 就是 全力的同修帮他助念 帮助念们祈求嘛 就是 请大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保佑 某某某佛有 能够学佛精进啊 身体好啊 能够消除业障啊 都可以讲 就这样了 好 那 往生的 他怎么祈求呢 往生的 往生 往生的就是 啊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垂帘众生 啊 某某某啊 希望他 我们能够帮助他 能够超脱六道 进入四圣道 请菩萨垂帘 能够帮助他 能够脱离 啊 六道轮回 啊 以他的功德 啊 加上我们的啊 祝念 能够帮助到他 好了 接下来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好的 好的 嗯 下一个问题 师父在白话佛法中 讲到用精气神 转变 欲望 请师父慈悲 开始一下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 工作 生活 还有修行中 如何做到 每天都能保持一个 良好的精气神呢 很简单 精 嗯 那么就是说 一个人啊 精气神的精 是很重要的 人家说有精神 有精神 先有精 还有神 对不对啊 精就是一种想象 一种能量 那么你有这种精了 那么是什么精呢 正 正 精 精 就里边有这个精字 听得懂吗 正 正 精 这个正的一个精 实际上就是说 想好的事情 不做坏事 然后呢 你的正能量就会产生 啊 啊 这个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啊 理念 在生活当中 发挥 啊 正经 啊 那么气呢 是什么呢 每天不生气 浊气下降 每天想的好的气 什么 正气 浩然 勇气 古足勇气 啊 拥有啊 这个菩萨的正气 啊 拥有这个啊 人间的勇气 啊 还有正气 啊 还有温柔之气 还有化解人生烦恼之气 所有的气 都是善良的 都是正能量的 那么你拥有的正气 那么精气 神 还有一个神 神实际上 就是因为你的精 啊 有这种能量了 和气 又是正气了 那么这个才会拥有你的神 神实际上指的是你精神 实际上精是脑子里 精神 就是你的脑子 是精 神呢 实际上讲的是你一种肉身 因为神精气 是看在你的外表 看上去很精神 实际上是因为你有这个神在 明白了吗 所以人家说 哎呦 你很神气哦 你很有神气哦 现在师父这么一解释 你就知道什么叫精气神了吧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你们过去只有知道精气精 精气神 你们都不知道精神精神 神是讲的人 人的肉体看上去 是一种外在的东西 而精是内在的东西 气也是一种循环的 用这个精 用这个气来连接精和神 那么叫精气神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自备开始了 师父 就是 师父 就这钱是供花拜佛 呃 修忍辱 才能得到精是 相貌庄严 可是 还有很多 但可是很多好看的女人 却因此招惹不好的缘分 这人钱是有修 为什么反而给他 造成这个感情业的条件呢 就是造成不好感情业的条件呢 那很简单 他只是在献花 他不是全方位的修 他不 他只是在献花 他脸上是好 但是他在感情上都作孽了 这辈子长得再好看 也得让你还债啊 啊 对不对啊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人长得很好 啊 偷东西 那不惩罚啊 因为你长得好看 就不惩罚你偷东西啊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哦 谢谢师父 慈悲开始 啊 师父 我在为最后一个问题吧 可能也是菩萨 这个这个护法神 就说的话吧 就是说是这个同学 不是梦到一个声音告诉他 说菩萨妈妈 让我告诉你啊 在人间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走错 走错路 做错事情 有了正道不去行走 终究会偏离正行的 一个人要在人间认识自己 认清自己就是佛 所以念经修心 就要觉悟 看清形势 现在光顾着自己消业 只想着自己好 自己受益的时代已经过去 人不能自私自利 有了殊胜的法门 就应该大家共享 共会 共利 一起奋进 观世音菩萨看到人间 贪小便宜的 只顾自己眼前利益的人 很难过 他们只知道 德 不知道舍 孩子 我不希望你自私自利 你要记住 利益他人 就是利益自己 当一件事情来到的时候 先为他人多想想 多考虑考虑 每件事情都要做到 推己及人 将心比心 用自己的德行 做出榜样 你才能成为菩萨 就是这个 这些话 这个很简单 他在天上的一个 这个话像王母娘娘讲 哦 王母娘娘 他是在 他一定是在天道 天道理下来的 然后呢 但是呢 像这个王母娘娘 他们都是菩萨 就派到天界去的 所以呢 这些话呢 就是说 希望他能够 不要太自私 实际上 这个王母娘娘 其实对他 就是有个真真教导 希望他不要太自私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师傅 你要下周 又要去上欧洲红法了 催起你 催起你 就祝愿啊 我的安身 卢君红台长 父亲 救度更多的 有缘重伤 谢谢你 谢谢 好 再见 再见再见 打一打一 再见再见 再见 再见 嗯 来电话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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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呀,这跳了这电话 喂,喂,喂,你好 喂,你好,你是罗太长是吗 我是罗太长啊 感恩父上,感恩罗太长 你好,喂,你好 你好,你好,太长 终于打通了,很高兴 太长,我今天不看图屯是吗 是啊,今天不看图屯呢 太长,今天结梦是不是 是啊,是啊,是啊 太长,我想问他 那天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有去看我们太长的华会 那回来的时候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嗯,不知道是不是有冠军 那法门 我想问一下 呃,太紧张了,对不起 你讲吧 嗯 嗯,我做过的梦是我和我的老公去的一个地方 就好像移民机一样,好像要那个password啊 好像我们出国要拿那个password出来,要给那个人看 嗯,然后我拿了一本password出来,然后我又拿一本红色的书 不懂是什么书,可是一本红色的书 出来了才是检查 金文呀,金文呀 金文呀 蛤,金文呀 后来又不知道,我又好像要回去的时候,我也给他password 然后那个书,也是给他检查了,检查了,他又拿给我了,我收,我后来看了,为什么又不是我的,我又问了他,后来他们又找,找了有,找没有找了很久,找没有,后来我,我的书包里,一个检查,检查后来有,有那个书 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讲了,刚刚讲的那些话,只要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听得懂,我就不叫卢台长 我告诉你,而且你这个英文,这个password,你念的password,password,谁听得懂啊,password,password 啊,对不起,对不起 要慢慢讲,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梦很简单,念小王子有问题,质量不好,好了 呃,呃,呃,卢台长,因为我才学了几个月的心理法嘛 所以啊,然后来,小王子念的不好 没有,台长,因为我家,我的老公这边的家人,呃,反对我烧小房子,所以我没有念小房子 好了,那就经文念的不好 好了,啊,就这么简单 你只要记住,反对你的意见很大,对你的学婆是不利的,就这么简单 啊,我告诉你说明你,佛员还不够广进 佛员还不深 你知道一个人要做好事,如果老给人家阻碍 你说这个人不能做好事,他是好人们啦,好人们才做好事的呀,所以叫好人好事呀,对不对啦 啊,对对 啊,好了,好好努力吧,给家里人多念念薪金 呃,如果台长,我想问一下,如果现在是二十一遍的薪,呃,大杯照,二十一遍的薪金 如果念给家人的话,有什么,好像可以念几个人的,还是怎样的 一个人念一遍给他们薪金,一个人念三遍薪金给他们 我是现在是,呃,用七遍薪金 一个人给他们念三遍,听不懂啊 三遍,三遍就可以了 每一个人 哦,可以,可以 哦,可以,可以,可以 哦,呃,你一直念到他好,你一直坚持拜佛念经 他们时间长了,他们就会听你的了 如果人家一讲,你马上退转了,这个人学不成的,自己也会挂后退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嗯 要他长,能看我,念经质量还不好啊 今天不看,质量也不好,就是明确的告诉你,你质量不好 你现在要记住了,你以后晚年会忧郁症的,你看你话都讲不清楚 OK,OK 要当心啊,要好好念经啊,好吧 好吧,好吧,谢谢,大长 好,再见,再见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结束 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 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 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 好,那么 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 好,那么下半时会在明天晚上重播 好,那么下半时会在明天晚上重播